世界棒球經典賽點燃了全台的棒球魂 但原本有機會成為經典賽場地的台北大巨蛋 什麼時候要孵蛋成功 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宣布了好消息 他再度公布燃煙測試的影片 首度曝光大巨蛋施工的進度表 將在3月底完成這個球場的人工草皮鋪設 4月底完工之後 7月拿到實用執照 在年底就有望正式的舉辦棒球賽 市長蔣萬安則強調 將從小規模的賽事開始壓力測試 熊熊大火就在棒球場正中央燃燒 濃濃白煙向屋頂方向不斷上升 大巨蛋再度燃煙測試 這回還包括灑水系統 不管是球場裡面 還是觀眾席上失火 都要驗證滅火效果 主責德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臉書嗨喊 距離年底在巨蛋打球越來越近 3月20號全尺度燕控性能測試 使用28個裝著酒精的火盤 最終試驗結果順利 李四川公布後續進度 將在3月底鋪設棒球場人工草皮 預計4月完工後 7月拿到使用執照 就有望在年底棒球賽正式開打 好那一開始我們會先進行小規模 也許一萬人然後一萬二 慢慢的來壓力測試 那目標是在年底 能夠正式完工啟用 過去在前科市府時代 頻頻抱怨中央卡彈 如今蔣萬安加上李四川 卻即將孵蛋成功 這次我們講張元杰台北島